18岁的婷姨是阿嬤带大的 两年前还是医护学校的学生 意外突然降临 抢救回性命 却也成了半个职务人 志工出其关怀 看到的是祖孙了这一幕 退回来没地方好去 也没有办法做复健 阿婆跟她两个人 挤一个单人床 她们被转接到 台中慈激医院治疗 慢慢好转 有恢复到这样 真的是很值得 希望她们更好 能照顾自己 煮饭帮阿婆 因为阿婆赚钱很辛苦 擦掉阿嬷眼角的泪水 从昏迷到站起来 现在也回到特殊教育学校复学 我还跟她约定说 等到师姑老了 你要来帮帮带师姑 我希望我小达可以到自己小达 婷姨用美丽的笑容 作为报答和回馈 未来幸福一定会降临 大爱新闻 正上米志工张海涛 傅台娟张丽玉 苗栗报道